大带巅峰赛金线小呆哥 预判跳跃淘汰对手惊呆路人 这样的裸蛋你们见过吗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粉丝投稿 天哪 居然用隐身隐藏滚动 并且抵消扳手攻击 难道他真是天才 这个八个蛋都准备摆pose了 你这突然一个扳手 不得给孩子下出心脏病啊 哈哈哈哈 你们 嗯 呜 呜 你们 你们 呜 呜 你们 呜 呜 当当是你们 不是你们 你们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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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也有点货了 呜 你们 呜 呜 不是啊 他平什么啊 地板刚刚沉下去啊 怎么就会突然出现啊 虽然说JK妹前期是无敌的 但这也太夸张了 简直就是地板跟着他走啊 我操 哥哥 你 哥哥 心疼病啊你 不是他都要去医院快考啊 每天总有这些黑粉来捣乱 捅出去捅得远远点 人机太懂了 他不想让你蹭传送球 所以选择了这种两全其美的方式 估计作者的内心也是崩溃的 好不容易有机会破纪录 怎么人机都来捣乱了 好家伙 我记得蛋仔有个说法 裸蛋穿的特别丑的 特别牛都惹不得 果然啊 这家伙的技术和穿着 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伙伴们 以后看到这种蛋 记得绕道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JK妹还有这绝活 反向跳钢丸舞 老实交代 什么时候偷偷学的 但在颠空赛超级bug 撞墙之后变成浮空状态 随便一跳就化身太空人 这到底是刚一仇人还是刚一爱人啊 一起来看今天的粉丝投稿 行行总觉得这里少了点什么 应该是 咱就是说 你们两个这同不略 不去环太平洋开机甲 真是可惜了 坏了 迪迦飞机真让他学会了 这流畅度 难道你是奥特曼弹尖体大弹吗 旁边那一队真是失策啊 你要拆散队伍 那就别留后患呀 你说说 你这留一个 还不如和人家和平发展呢 这下好了 估计是要速扒了呀 准备 起钞 糕 这是什么神仙bug 飞的过程中撞到墙就能浮空 本以为这样应该是一个有用的bug 直到他后面跳了一下 好好好 一脚上天是吧 我要当派工人 爷爷奶奶可高兴了 就小 你们就小 不要 提前玩成了弓箭修修修 这算是提前体验到决赛的乐趣了吗 不过各位伙伴千万别模仿 看看人家的队友 再看看名次 平时自己这样玩 那可是要被淘汰的呀 但在巅峰赛惊现百嫩汤圆 超级起步后 躺在原地直接睡觉 这到底是刚一仇人还是刚一爱人 一起来看今天的粉丝投稿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感觉有个白色的小玩意飞过去 原来是小杨啊 那不奇怪了 只不过我没想到 这小杨居然已经两天没上线了 是家的霸王洗发夜广告呢 当我第一次知道拍那个洗头水广告的时候 其实我是拒绝的 因为我觉得 你不能叫我拍马上拍 第一我要试一下 不然我又不想说 你拍一个广告 拍完以后加了很多特技 那个头发 这是什么操作 被球砸下去没有嘎也就算了 还化身周际捣蛋 给小黑一个天降正义 直接撞飞 我估计小黑蛋到死人还是蒙着呢 好家伙 国服辅助啊 三个人居然有两个辅助 不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谁靠近边缘 谁就是老大了 不过说实话 狗爪这个技能真的太强了 不是 怎么一个超级起步 草原直接丝滑躺下睡觉了呢 人家是竞速赛 你是在玩生存吗 不愧是蛋倒第一大恶霸 一围床天围背 超级起步就是睡 小皮球 香蕉梨 马莲开花 二十一 二五六 二五七 二八二九 三十一 三五六 三五七 三八三九 四十一 四五六 四五七 四八四九 五十一 六七 三十一 二十四 四十一 四十一 二十 네 四十一 三十二 四十一 三十一 四十一